在上一回,我们给大家说到了明朝的空印案,这个空印案也是明朝的四大案之一,这些官员们为了自己省事,结果是招来了大祸,朱元璋认为他们是欺君网上,既然案件定了性了,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罚了。 问题就在于,几乎当时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着空印现象,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的官员全都杀了吧,这又是一个难题,但是在朱元璋那儿,似乎就没有他解不开的难题,他总能找到让别人意想不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 旁人认为的,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掉,但是朱元璋还真的就这样干了,这些给官员们,不论是在什么地方,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,山地还是平原,所处的环境是繁华还是荒芜,他们的待遇全都是一样一样的。 在我们宣布朱元璋的处罚结果之前,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,那个时候全国一共有13个省,140多个府,1000多个县,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。 朱元璋发布的处罚的方法是这样的,主印官全部杀掉,副手打一百仗冲军,除此之外,连各省暗查史司的严官也多有获罪的人,理由就是监管不力。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啊,平时呢,这些官员都争谁官大,这下倒好,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去,正职那就得掉脑袋了,真是所谓的能力越大,这责任就越大。 在这次空印案当中,很多素有青莲之名的好官也被一起杀掉了,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如他爹方克勤,这位方老先生当时啊,在山东济宁干支府,那是为政青莲啊,平时连肉都舍不得多吃,衣服上满是补丁,就因为他是主印官, 糊了糊涂的就没了脑袋了,但是要说明的是,空印案中所杀的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,有些史料记载说死者上万人,这应该是不准确的,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,对于副职他并没有全都给杀了,朱元璋啊,也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杀人狂, 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,杀光了官员这种蠢事,他是不会干的 综合的分析空印案,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这个案件和速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,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不便利,所以啊,采取了一种变通手法,结果呢,演变成了一件大案, 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,并且有人上述说明真相的情况下,朱元璋还接着处理这个案件,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, 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堂里秦书宝进牢房的时候,牙异喊的一句话来解释,喊什么呢? 尽得牢来先打你一百沙威棒,看你老实不老实,这沙威棒可是真狠啊,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,在红五四大案中只能算是小弟弟, 那么下边咱们要说到的这个案件,才算是大个级别的,那才真正的是所到之处,一扫而空,这是哪个案件呢? 就是郭桓案,这个郭桓案和空印案不同,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的问题, 但是牵涉之广,影响之大,在贪污案件当中确实实属罕见, 然而这个案件当中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的疑点, 这个郭桓案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, 红五十八年,也就是公元1385年的三月, 那么在朱元璋所编的大号一书当中啊, 详细的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, 看了那着实是让人触目惊心, 在这儿呢,我们也给大家列举一下, 您可以仔细听啊,这个疑点就在其中, 朱元璋列举了郭桓这样的一些贪污行为, 第一,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,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, 朱元璋啊是一分没收着, 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, 第二,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, 具体数字是这样的, 当年浙西的钱粮是四百五十万代, 而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两百多万代, 其余的他自己给私分了, 第三,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, 巧立明目, 创造性的征收了多种的赋税, 比如什么水缴钱, 车缴钱, 口食钱, 裤子钱, 普篓钱, 竹篓钱, 还有神佛钱等等等等, 最后算出一笔总账, 说郭桓和他的同党, 一共是贪污了两千四百多万代粮食, 这么看来, 郭桓确实是胆大妄为, 他勾结其他的官吏贪污腐败, 那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, 那么郭桓的同党都是谁呀, 经过朱元璋的追查, 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党, 他们包括礼部尚书赵茂, 刑部尚书王惠迪, 兵部侍郎王志, 公部侍郎麦志德等等, 请注意啊, 这个名单啊, 很长很长, 在这儿呢, 没有办法一一的给您念出来, 据这个刑法制记载啊, 当时六部啊, 除了上面咱们列出来的这些官员之外, 还有自侍郎以下的官员, 也都被一起干掉了, 这也就是说, 当时的六部, 除了每个部的上书一人, 侍郎两人以外, 所有的办事员全被杀了, 当时的这个部长啊, 那真是成了光杆司令了, 官员们全都陷入了恐惧之中, 见面的第一句话, 应该就是你们那儿今天死了几个, 其实啊, 到后来连这个问题也不用问了, 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就只剩下三个人, 刚才说的这是中央官员, 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呢, 因为这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呀, 再往下查, 就是各个府县, 府县再往下, 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, 地主, 梁掌, 这些人也大多都被杀掉了, 这个郭桓案件呢, 一共杀掉了三万多人, 结果是百姓之中, 中产之家, 大抵皆破, 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早而空了, 这样看来啊, 我们就不得不佩服, 在郭桓案件当中, 幸存下来的那些官员, 真是不容易呀, 怎么的就把你们给留下了呢? 其实呢, 这个案件存在着很多的仪点, 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, 那在讲述历史事件的同时, 我们总是给大家介绍一些历史学的分析方法, 当然了, 还是用我自己的方式, 那么对郭桓案件的分析, 我们会采取一种类似于破案的方法, 相信大家会感兴趣的, 那么我们暂且就把刚才列出来的这些犯罪事实, 作为犯罪的案发现场, 就请大家拿起自己的烟斗, 开始对案发现场进行勘察吧。 上边所列的就是史料的记载,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案发现场, 请大家注意啊, 并不是所有的史料都是可信的, 那在这些资料当中, 互相矛盾的并不少, 就如同啊, 这个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把人引入歧途的线索一样, 但是只要你认真分析, 还是可以找出真相的。 其实历史学家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, 就是从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当中找到真相。 这儿呢, 我们再提供一件重要的破案工具, 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之一, 那就是大家在看史料的时候, 也就是您读史书的时候, 一定要考虑到写书人的背景, 因为这也或多或少的决定了这部书的倾向, 相信如果不是自虐的话, 写书的时候,